在咱们这个中场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环节 既然是来了特殊的神秘嘉宾了 咱们就得把神秘嘉宾玩一下 不能摆走 咱们把这个海报调出来 走 外滩 上海滩 上海滩 这就属于导演没文化 上海滩 你找一个现在的这个外滩的照片 没有那个氛围和感觉 就可说呢 对啊 所以就是 要许文仓怎么出来 对我们这个导演 就特别有特点 能够把这个加州海滩 好莱坞这个大道 这个世界影城 拍出环球影城 拍出北戴国和潘家园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他找个外滩的这个照片 咱们也不奇怪 总之呢 就是没什么文化 就是没文化 这个 那你就忍耐一下吧 错 错 错 就本来是大家想上演一个 民国戏 对 现在呢 变成一个现代戏 也行 智景实在是太糟糕了 智景太糟糕了 你没有想象成那个民国的时候 想象成吗 想象成 能靠脑补 对 接下来呢 这个就请我们的这个张德汉 还有果官 果官我跟你说 你这难得了 这难得的机会 和我们的这个嘉宾 一块标个戏 管老师 咱们俩 咱们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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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场地给让 咱们把场地给让 我们的情景设置 谁掉了一块钱 真的是我的 谁的呀 这是 我的 能当道具吗 原来是这样 能当道具是 那还是这样 二位呢 这个情景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 就是所谓的上海摊 所谓的上海摊 可以站在这个平前 我们站到上海摊着 然后呢 二位按照我所说的 来进行表演 好 这个张德汉 作为这个专业演员 应该也之前 遇到过这种情况 是吧 我一边说呢 你俩一边表演 这有意思了 好的 那都准备好了吗 好 好 我们就好了 这个 BGM 走 好啊 开始 在一个伸手不见六指 艳阳高照的中午 不要乐啊 外滩上川流不息的人群 和黄浦江上鸣笛的游船 为这座城市多了一分喧嚣 张哲瀚和果果漫步着 突然下起了旅 但是两个人没有带伞 没有带伞 哎呦我伞呢 伞呢 两个人没有带伞 张哲瀚脱下外套 披在果果的身上 小心点 别着聊 谢谢哲瀚哥 一下就美了 但是果果突然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 又抽出了一把雨伞 祖传的小雨伞 你是机器猫吗 是一把小雨伞 但是只够一个人打 果果要给张哲瀚打 哲瀚哥打 你来吧 你不打 推伞之间 你来吧 伞进了黄浦江 推伞之后 这不是凶器啊 哎呀我的伞 果果说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传家宝 祖上的小雨伞呀 这个伞丢了 我回家要被妈妈打死吧 张哲瀚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么二的 不是 二话不说 要去将你捞 我的伞 但是水流湍急 下去就未必 他们感觉还往这个急流里面 推了一把 下去未必能上得来 张哲瀚看了一下 心想 这该如何说服 果果不要伞 这盘哥哥怎么办呢 而我又不用下去呢 如何说服果果呢 我想要我的伞 果果 你看 你丢的 你丢的伞 只够一个人打 今后的路呢 我们得两个人一起走 现在你丢的是一把单人伞 以后 我送你一把双人伞 这样 在未来的路上呢 我们就可以一起打算 我被融化了 这实力 实力撩啊 实力撩啊 这 不合适了 管道都酥了 完了 赛表说不了 谢谢 张哲瀚哥 咱们啊 咱们这个 中场的时候呢 来来来 请二位 咱们站起一点 中场的时候 给二位设计了一个 这个可以说上海滩的 这个情节 其实呢 也有点难为 这个张哲瀚 因为咱们 这情节设置的挺二 而且这个导演写的 又没什么文化 导演写的这个剧本 相当的没人化 但是还是完美的演绎出来了 这就是专业演员 特别棒 太厉害了 咱们中场的时候呢 简单玩这么一小线啊